所以我覺得昨天這個事情 發生的滿奇怪 那當然郭董是有他一個 脈絡可循的 因為他先是針對 香港的反送州遊行這個部分 然後他講說 一國兩制的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趕快提到 提到韓國瑜說 我早就知道他會有這種反應了 一副他早就知道 韓國瑜是個什麼人一樣 然後接下來就講說 我3月的時候就已經勸他 不要進中聯辦 可是他不聽我的 可能問題來了 問題是我們都知道 因為他們兩個這麼重要的人物見面 媒體一定會到旁邊了 你想要隱藏起來 私底下見面都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兩次 第一次是到高雄千東才MOU的時候 當時我看連韓國瑜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會進中聯辦 所以他不可能 跟他講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講就第二次 第二次在香港又是你也在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你們在 他們會面很秘密 可是如果有的話 應該會傳出來 我跟你講你們在 還是郭董自己認證的你知道嗎 因為郭董自己都講說 當時本來他是要求說 沒有任何媒體在 結果他一去的時候就 韓國瑜這邊的人跟他講 不好意思 還是被你們中天混進去 所以你們確實在現場 他知道 他自己都講過這件事情 對不起 變剛剛我差一個話 因為我在 我知道當時的狀況 依照郭董的指控 他是覺得說 好像我們的記者跟中聯辦 有什麼往來 所以中聯辦指示中天進去 讓消息曝光 但我不能告訴你是誰講的 可是跟大陸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就是我們的記者很認真 東問西問 東問西問 去問到的訊息 自己都出來的 跟所謂中國時報還是中天 跟什麼誰誰誰怎樣 放水讓我們進去拍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們進去了 共同政府當時還很不高興 覺得說這消息怎麼會放出來 特此澄清 無關任何的互相攻擊 我想我自己也是記者出身 我們記者各自有自己的管道 我們會想盡辦法打探一些消息 想辦法去 我覺得這是各憑本事的事情 但是不要隨意去揣測 人家的消息來源是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記者也沒有辦法直接說明給你 因為所有人大概也不見得會懂 吳子佳說保護消息來源 是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來了 現在就是 郭董說有 韓國瑜說沒有 誰說的對 你知道 當然每個人各自解讀 有的人就相信郭台銘 有的人就相信韓國瑜 問題來了 誰有人證 韓國瑜有人證 韓國瑜是有人證 本來兩個人 假設這兩個人講話分量1比1 有人證這個分量 是不是應該比較高一點 郭董至少是沒人證的 第三個就是 郭董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要勸他不進中聯辦 他為什麼會講這句話 假設他真的講過的話 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其實這個很奇怪 我是為了你好 因為 為了我什麼好 因為我甚至 你要知道 韓國瑜據我們所知 他要去中聯辦 其實是一個很臨時的決定 他甚至事前 他要去香港之前 他自己都不太清楚 他自己要不要去中聯辦 結果後來決定要去 所以一個連他自己都不是那麼 就是那麼確認的事情 你覺得他會主動去跟郭台銘 提說我等一下去中聯辦 你要不要給我一點意見 他會這樣講嗎 而且他如果要討論 就是希望有人給他意見 關於去中聯辦 他怎樣也不會想去問郭台銘 是 這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要問我的幕僚 去問郭台銘幹什麼 不是很怪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郭台銘有他的管道 他事先得知 中聯辦已經準備要跟 那個韓國瑜見面了 所以他來勸他 那郭台銘跟中聯辦比較好 是 那是不是郭台銘 自己跟中聯辦有其他的管道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以目前的證據來看的話 就是沒有人能夠證明 郭台銘講的是對 我也不敢說他講一定是錯的 也許他們自己在講 但是韓國瑜說沒有 韓國瑜的其他在現場的人 也都說沒有 那我們要怎麼去證明 郭台銘是對的呢 但是我必須說其實對不對 對郭台銘來講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郭董真正要創造一個 什麼話題你知道 他要創造 第一個你看我反 我反中國大陸比你強 第二個我高瞻遠足 我早就已經預料到 所有的事情 什麼事情會發生 你韓國瑜都料不到 那這個人在幹什麼 這講的當然不是 給藍軍的支持者聽的 他講的是給中間選民 跟淺綠聽的 就是我在深藍這一塊 或者甚至在淺藍這一塊 我可能強不易你韓國瑜 但沒關係 我就講中間選民跟綠的 因為這一次 香港這個遊行 其實很多中間選民 是有感覺的 甚至一些綠營的 當然真的大力鼓吹這件事情 只要郭台銘講的這些 藍軍至少有一個 有一個是跟我們站在一起的 他就可以去拿到 這方面的民調 對他來講是有利的 因為郭台銘講幾句話 他們就支持郭台銘 這些智商也沒多高 你錯了 宥正 不是他支持郭台銘 他支持國民黨推郭台銘 這是兩回事 這是兩回事 他在最後1月11號選舉的時候 他不會投郭台銘的 可是我希望你國民黨 是這個人出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郭台銘要的就是 他初選都過不了關 他怎麼去選大選 所以對他來講 這個策略是對的 他現在初選這個階段 我吸引中間跟泛綠選民的支持 你贏了初選之後 剩下的再說 所以我必須說 郭董的這一招 基本上是成功了 但未來的發展 就看他怎麼去 繼續去執行 真的 大家要團結 你看在外面 陳菊留下來的人 到現在還在卡韓國瑜 而且這是滿大的卡 因為這關係到 5000億的開發 5000億可以還高雄錢的開發 好 針對這個所謂土開公司 是被民進黨中央給齊齊拆點 整晚被民進黨給拿走 卡住韓國瑜的這件事 韓國瑜有告訴你說 中央判總市長 高雄市政府派總經理 如果交通部想打破 那高雄市政府必須表達立場 我們要照顧高雄市民的利益 這方面我們是不會讓步的 好啦 說到土地開發公司 你馬上想到就是5月的時候 不是本來要找一個陳建騰 來擔任韓國瑜市府的總經理嗎 結果那個時候綠營圍剿 說你什麼家成變高官 以前跟李嘉芬是什麼助理 還是什麼的 這個人不行 不夠專業 當時我們以為民進黨 只是要藉由人士來攻擊韓國瑜 但現在才發現 民進黨不是不要這個人 是要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太重要了 來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 總而言之 他可以創造5000億的產值 怎麼可以被韓國瑜拿走 所以陳菊留在市府裡的人馬 悄悄的偷偷摸摸的 為了要把董事長跟總經理的職務 都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因此偷偷地去申請 要多一席的董事 本來是兩席董事 來 本來是兩席董事 高雄市政府 兩席 港務公司 這個就是中央 就是民進黨在管的 中央兩席 然後港務公司 偷偷地想要加一席 變成三席 以後 不管是總經理人士 董事長人士 投票我一定贏 你兩個 我三個 我一定贏 不就好險後來 被高雄市政府發現 趕快緊急的去阻擋 所以才說 這個國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跟公司張誠 要有公會代表才可以產生 勞工董事 況且現在港務公司 多申請一席 勞工董事根本不符合程序 才把這件事情給擋下來 目前雙方還是2比2 所以董事長總經理到底誰 要決定還是喬不龍 但起碼 觀眾朋友好險 第一關 韓國瑜發現得早 高雄市政府反應得快 把他給守住了 不然要是莫名其妙 多一席董事 一投票3比2 這5000億的產值 全部又被中央拿光光 你韓國瑜一毛錢都別想分 你看有多可怕 我們現在才發現 五月份陳建成的人士任命案 不是單純為了卡韓國瑜 後面還有更大龐大的 他不是不要這個人 是要這個位置 他要這個位置 要這個公司 要這個5000億的產值 大家知道高雄負債 這麼多兩三千億 如果這個5000億的產值 將來被中央所把持 高雄市政府沒有智慧的餘地 韓國瑜拿什麼創造利潤 怎麼樣發大財 怎麼樣來還陳菊 跟過去的政府所留下這些債務 所以這本來是兩席對兩席 49%高雄市政府的股權 跟港共公司代表中央部分51席 51%的部分 本來是兩席對兩席 大家是講好的 而且總經理是由高雄市政府來派 那麼董事長由中央來派 這都是過去的默契 你今天要打破這個默契跟慣例 甚至你要持股重新做分配 不是不可以 但是請明著來 請大家好好討論來協商 搞小動作 突然說要增加一級勞工董事 他們說總共才十幾個員工 連工會都沒有搞什麼勞工董事 而且他們很賊的是 當天兩位局長就是董事 高雄市政府董事去開會的時候 他們還把他拖住 請他們去泡茶聊天 弄個四五十分鐘 等到他們發到現場的時候 據說剩下快十分鐘 他們會議就要結束了 可能就被他們偷襲成功了 還好 還好他們有發現警覺道 把他擋下來 我就說拜託開大門走大陸 這個既然是高雄港區的 土地開發公司 請尊重當地高雄民選市長的職權 不管是總經理的人士的命權 甚至董事的分配 加上這個部分本來就是 高雄港周遭40公頃的 港灣土地的開發 本來這個獲利 就應該要歸於高雄市政府 來作為高雄市地方建設 或其他還債之用 你中央去介入生這個黑手 又用這種不光明之大的方法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這樣子 我剛剛在講 選舉是一時的 政治上面 彼此之間難免會有競爭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什麼庶民 權貴這些東西 但是不要失去了人的本性 我們剛剛在講 韓國瑜昨天深夜 所發表的那個文章 庶民的東西 我覺得他講的真的非常好 這不是一個身分的表徵 是一種態度 就是我剛剛講的 包括我們在分析 很多黨內這些候選人 這真的是一個態度 包括王院長怎麼去看韓國瑜 講這個所謂庶民總統的定位 庶民總統的定位 不是韓國瑜自己 給自己加上的封號 是從去年九合一大選 一直以來 大家認為韓國瑜的接地氣 以及他展現的風格 以及對我們剛剛講的 三中一清 以及這些弱勢族群 世上苦人多 他有同理心 他願意為這些人來發聲 而讓很多的韓粉跟支持者 深受感動 所以才有所謂庶民總統 這樣的一個稱號 並不是硬加上去的 如果說民眾沒有同感的話 你給他戴上任何美麗的櫃冠 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大家有五感 所以我覺得 我舉個例子 很多時候不要在機關算盡 我記得當年2000年 我在跑總統大選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那時候 李登輝用新票案去打宋傳 宋楚瑜被打得很慘 甚至連續開了好幾次記者會 都說不清楚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高鐵 常常跟著宋楚瑜在跑新聞的時候 是搭國內間的航班 到處去招勢活動 私底下有些平原記者 常跟他聊天 有些事情事後我們慢慢知道 新票案所謂的原貌 同樣的我要奉勸所有 現在參與國民黨黨內初選的候選人 你現在為了選舉的利益 為了討好特定的族群 你不管是批評黨內的對手 批評黨中央 甚至批評對岸 第一個你不要忘了 你這些批評都會 我旁邊的民進黨的朋友們 拿來撿到槍 作為攻擊未來大選過程當中 攻擊國民黨 甚至提名候選人的工具 第二個 將來怎麼修補這些關係 不要只是為了短暫的黨內初選 為了贏得這個初選 而不擇手段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本於人性 要講你真正心中的信念 就像韓國瑜在講庶民 這件事情一樣 不要用這種奇怪的眼光 像委員長說 你在製造對立 韓國瑜通編的言論 都在促進所謂庶民跟權貴 各有各的價值 各有各的重要 只是因為過去權貴比較被重視 庶民比較被忽視 他希望扮演一個庶民總統的角色 來彌補這部分的不足 所以我希望大家用平常心 不要為你的意思的選舉 有失去的應該有的人格 真的 不要偷偷摸摸 你可能很好奇 既然高雄市政府兩席 那就好好弄他兩席 如果說你兩席 中央兩席過去都這樣對抗的話 這個董事長跟總經理 過去怎麼來的 你說 過去高雄市政府就是中央的 就是成局的 所以過去這四席董事 基本上就是都自己人 我想幹嘛我就幹嘛 我想要誰我就要誰 我想把這個錢怎麼分 我就怎麼分 但是高雄市政府現在換人當家了 換韓國瑜了 所以我不會把這兩席董事 放任給你民進黨胡搞瞎搞 來 民進黨兩席就是 博天貴 還有沈妙茲 他也是現在的代理總經理 通通都是成局花媽的人 這都是在成局任內 找來的港務公司總經理等等的 這兩席現在卡在港務公司 要來對付高雄市政府 所以偷偷摸摸多一席 真的還好被擋住了 否則各位這五千億 就通通被中央拿光光 高雄市政府就沒有了 因為董事長 總經理都是我的人 你怎麼跟我玩啊你 民進黨已經輸了選舉 輸了高雄的選舉 其實是高雄市民 他用他的投票行為 用他的決定告訴民進黨說 你在高雄執政20年 你把高雄經營的負債累累 三千多億 你把高雄經營的 經濟一直每況愈下 高雄人口一直在減少 然後我們的生活出現 那樣的困難 我們的公共基礎建設 出現這樣的問題 那樣的問題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 五千條道路 都是破洞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高雄市民 在這一次的選舉中 他已經很明白的 告訴了這個民進黨 說我不同意你這樣做 我已經不再信任你了 所以民進黨推出來的 候選人陳其邁 他本身就沒有辦法 得到高雄人的信任 這個就是我們在選舉中 所觀察到的 就是高雄市民 不再信任民進黨 所退出來的陳其邁 那韓國瑜贏了 韓國瑜贏了 韓國瑜在為高雄市民 打拚的時候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不能夠再繼續這樣子 墮落下去 這就是為什麼 我剛剛用了不好的詞 這點我要修正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 不應該繼續墮落下去 為什麼說民進黨 不應該繼續墮落下去 以前馬英九也執政過 馬英九執政了八年 那個時候是民進黨在當高雄市的市長 所以是一個平衡 也就是中央派的董事長 地方政府派的總經理 都是這樣的一個平衡 所以不同的政黨執政的時候 高雄的港務的開發公司 那麼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有效的平衡 也形成一個有效的監督 因為避免他腐敗 避免他腐化 這也不是一個不好的辦法 但是當民進黨重新起來了以後 那中央是民進黨的 派了兩席的董事 然後這個地方政府 那就以陳菊跟蔡英文的關係 我相信這些人是 陳菊是完全可以主導的